酒驾害命事件时有所闻 为了深化酒驾零容忍 酒后宿醉不开车等观念 交通局表示 除了持续加强宣导 目前由酒驾合作业者提供酒后代驾服务 今年7到9月 每月服务件数约为16000件 民众可多加利用 按照交通行的大罪所提供的 今年1到10月的一个酒驾交通事故史上的数 是188人 相较去年同期 189人其实差不多 不过因为今年的新冠疫情逐渐的趋缓 加上年关将至 所以相对的各位市民朋友 参加尾压 相关的饮酒场的活动 都会相对的比较活络 所以我们这边特别的呼吁 各位市民朋友不要酒驾 也不要宿醉去驾车 那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多多的利用 我们的一个酒后代驾服务的一个多元管道 来进行预约 来保障自己的安全 那以7的一个iPhone系统可以提供一个酒后代驾的一个服务 那也可以透过手机直播55850或者是四话拨打0800 0555 850 那另外还有一个管道可以透过台北市政府台北好情APP 里面的计程车服务功能下面有一个酒后代驾服务的一个选项 那都欢迎各位市民朋友多多的来利用 那其实透过这样的一个服务呢 不只保障自己的安全 其实也可以看紧自己的荷包 以酒后代驾服务每10公里以内不超过1000元 那其实若以罚者来看的话呢 汽车酒驾的出饭的罚者就是3万到12万 那是我们整个酒后代驾服务费用的30至120倍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 我们特别的呼吁市民朋友看紧自己的荷包 也特别保护自己的安全 那另外在整个酒驾执法的一个部分呢 江湖喜南大队今年10月1号开始 取缔酒后驾车大使法的一个抓纳来施行 展现杜绝酒驾的一个决心 那在10月的一个取缔的一个数据里面来看呢 以0到6点43%的比例最高 其实是6点到12点的29次之 那数据显示呢 宿醉酒驾的一个情形有增加的一个趋势 所以我们特别提醒各位市民朋友 除了过去常在呼吁的千万不要酒后驾车之外呢 那宿醉所残留的酒精也会影响到您的判断 驾车行为可能会大受影响 所以在这边特别呼吁宿醉不开车 那我们一起跟酒驾说no拒绝酒驾平安回家 交通局表示虽然民众普遍已有酒后不开车的观念 但也要留意喝酒后隔天宿醉 也会严重影响驾驶的判断与反应能力 应避免骑车开车以确保交通安全 记者领期会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识订阅订阅